今天又要來修竿了 下雨天 首先先來修基調竿吧 基調竿 這個線竹已經 有點壞 修的時候最好是把線竹先拆下來 再上線就可以 細數比較大 這細數比較小 先把表面的東西去除地 請示範圍 這粒 我們來修竄 補繞圍 隔壁要特别小心 這個我斷掉好幾次 他有時候自己攔啊 收乾就 不收線啊 不剪線啊 有時候就拔得離開 OK 剛剛這個地方有殘缺 這個地方就要看一下你要怎麼修 盒子 日前 沒有在用 這一層 這一層 這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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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塵上去 打火機稍微燒一些 好 裂開的地方就就好 如果如果有那個 日前你有用過膠的話就是要再磨掉 再打完壞掉 所以就把修成剩下幾劫 1 2 3 這一節我就捨棄了 因為這一節 然後中間會有比較長 應該還好 這樣子到這邊 因為這個導環已經 沒辦法連結了 所以就縮短 然後就這裡 然後這個就把它黏住就好 這個要磨一磨 這個要磨一磨 把圓盆 金錢的膠弄掉 這樣比較好上 兩節好像有點度差 兩節好像有點度差 可以看 快癱了 打擺 切成 切成 可以 切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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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OK 大致張這樣子 舊獻祖的全部移過來 這一把也不是什麼好肝 也不是什麼好肝啊 就是廣貝的肝 好不好肝看這個人 一樣喔跟那個 你要把它轉移過去就很簡單 就直接綁個線級 過去 過去 這樣子就好啦 拆空之後看你的轉移 跟那個木印的轉法一樣 之前有交過了 很簡單 好 再工作轉移三顆 然後這邊 繼續打個結 這個 打不到沒有結到 對 就直接 自己穿了 自己穿 自己穿 穿這一個 然後 自己穿一個 好 拍 好 好 這邊 擋起來 一樣 繼續穿 底下要搭配一個浮標調圖 方便切換 看你要不要啦 要不要搭配這個浮標調圖 OK啊 其實不太會影響 很輕 有個方便性就是說 萬一到時候你要用 小浮標的時候 你有這一組就不用再綁 不妄不利 我也沒用到什麼卡拉棒 如果說是掉阿波就有卡拉棒 一般藏標是這樣子 簡單的線索 搭配起來 下面再夾個咬籤就 再來修復浮標 浮標這邊 一般都很容易脫落 你也可以用鉛線 鉛線其實容易氧化掉 千萬不要用鐵線 鐵線很容易生鏽 碰到海水立刻 氧化掉 很容易斷 其實最理想的還是這個啦 銅線 銅線其實效果比較佳 因為它比較能夠 活性比較低 那這邊的話 原則上 有的人會直接在上面纏 纏到之後做一個環 然後再扣回去 也可以 看你自己 那如果說不要的話 就是用一個這個 快速別增 用一種快速別增 有沒有 掉磁掉的快速別增 插進去 可是它這個頭你要弄掉 弄掉 插進去 這樣子 你看其實這個銅線 也沒有多緊 銅線纏繞 用銅線纏繞 也可以啦 也可以啦 知道嗎 銅線纏繞 做一個 環節 變成是有彈性的 如果怕斷掉的話,再用PE線強迫 像如果你覺得這個浮標很珍貴,你喜歡 我是會再附加 下去好不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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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拜託你 在頭這邊要特別強化一些 因為這樣不太會斷的 除非是整個線煮都斷掉 我把它剪掉 銅線盡量不用太粗 如果覺得不漂亮的話,那你就自己在 就不用皮線了 但是我覺得 強化比較重要 這樣會有彈性 但是我覺得不要想讓它動 那很簡單嘛 用快桿子要把它固定出來 快桿子要是海釣裡面很好用的東西 它可以形成保護膜 雖然銅線不太會氧化 但是還是要拿回來 因為久了之後,它還是會形成銅綠 大部分 東西就是自己修 比較少 比較少 比較少去釣具件 比較少去釣具件 丟在那邊給人家修 這樣就好了 還沒乾,不要摸 把手黏住 這樣子 粘住 粘住 手把自己 你等會被黏住我可以講 我覺得你洗手 被快桿子弄到 你就 家裡如果有去光水 或者是一般的有機溶劑都可以 很簡單 那這個 就黏住了 固定了 那這邊我是強化的 這是我之前強化的 這一支斧標一支是我蠻喜歡的 可惜啊 它很容易斷 很便宜 蠻便宜的一支斧 哇這個水 黑色的 穿了 如果真寧 只能開始 要小心 荒廢 和 與 安 難 爪 萏 中文字幕志愿者 祝福 中文字幕志愿者 中文字幕志愿者